刑事局难打中心日前获报 有不法集团涉嫌用假境外公司的名义 在网路上诈骗民众投资外汇 警方今年一共发动了两波查气行动 逮捕了一名理性主席和其他成员总共41人 查扣了7300多万元的现金 出估受害民众达到数百人 而集团的不法吸金超过了10亿人 打开保险箱 整叠大把大把的千元钞票被取出来 警方主义清点 这全是诈骗集团的不法所得 这钞票快摆满整张桌子 保险箱才被清空 金额相当庞大 高达7300多万台币 4500元美金 而这还只是冰山一角 集团成员榨干无辜投资人血汗前 甚至被警方发现 他们大多都以进口车代步 刑事局难打中心去年9月获报 由不法集团以境外公司的名义 推出优纯及固定配息两种投资方案 透过举办说明会 社群媒体发文等方式 招揽民众投资外汇 从事违法吸金 朱嫌疑是从五年前开始运作 初估受害民众高达数百人 每人被骗的金额 30万到2000万元不等 集团不法获利超过10亿元 6月及8月间 总共发动两波搜索查期行动 在该集团台北市信义区 以及台南市安平区等公司据点查获 祖贤李某等集团成员41人到案 难打就是收网 将诈骗集团一网打进 查扣大笔不法所得现金 手机笔电存折以及客户资料等证物 全爱议涉嫌违反银行法 洗钱防治法 证券交易法 诈骑罪等等将41人 统统移送台南地检署券办 提醒民众看到可疑讯息 千万不要轻易上当 以免让辛苦赚来的血汗钱 白白流失 记得继续报道